华联县政府举办了总奖金高达40万元的首届原住民时尚设计新秀大赏 为了鼓励更多的原住民新秀发挥创意与才能 华联县政府特别举办了这次的征选活动 希望能培育更多的原住民时尚产业设计新星 华联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表示 去年华联县主办第一届原住民时尚产业发展论坛 由华联萨基达组知名设计师吴秀美达论发起人 共同在台湾首届的原住民时尚产业论坛中分享自己的经验 也提出许多建言这是非常珍贵的资产 原住民文化足以引领时尚的一个标杆 也符合时尚从过去到现在的创业趋势源头 今年华联县政府以母语作为主题 并持着共创以及全新传承的核心价值的概念 强调母语符号时尚传承永续 让母语成为符号 进入时尚传达传承才能够永续族群文化 并邀请包括画链在地公寓族人 知名艺术家还有族群当代的设计师 一起在跨领域共同创作 我们原住民族史上设计新秀大厂 在即日期已经开始报名 一直到2月16号做证件 那我们会经由有社会组 以及青年组的证件的比赛 那会预计在我们3月21号的时候要绞件 那我们也会做一个副省 未来会在4月份的南岛都市艺术节来做展业 县府云住民行政处部落经济科科长邓可伦表示 为了落实云住民时尚业向下扎根 陪以新的设计公益人才 华林县府向全台所有原住民主人发出邀请 只要具备原住民身份 部分县市、科系、年龄等都能够报名参加 原住民时尚设计新秀大厂 有机会赢得首奖10万元 总奖金40万元的奖金 作品将会在4月份 华林县政府举办南岛布市艺术节活动当中 有专业模特以走速的方式来展举 让世界看见华林原住民时尚的魅力及美好 记得金鸿鱼 华林斯佛导